地球的殿 最优胜的YouTube 个人频道 白蕊曼正在桌子上休息 现在是白蕊曼的独处时间 白蕊曼是虎皮鹦鹉 它是公鸟 白蕊曼 白蕊曼 我很少拍白蕊曼 现在是白蕊曼的时间 王伯王去找白蕊曼了 为什么会帮白蕊曼取名为白蕊曼呢 它是公鸟 为什么我会把它取名为白蕊曼呢 因为当初去买的时候 还很小 老板说分不出来 以为是母的 其实我也不太会分 因为我这一辈子 养鸟的时间 不多 我是养其他动物 没有养鸟 也是有养过鸟 但是当初要上班 没时间去 去照顾 照顾得很认真 当初是要上班 没有照顾得很认真 目前是没上班 所以照顾得比较认真一点 所以鸟其实我也很少养 这辈子很少养鸟 所以公母其实我也不太会分 我请老板帮我分 当初是非常的小只 还是幼鸟 老板说分不出来 所以他说他是母的 他把他分成是母的 结果我把他取名为白蕊曼 等他发情了以后 我才知道他是公的 他是公的 看他的尾巴比母鸟 蓝眼虎还要长 所以这辈子养鸟的机会 其实不多 这辈子养鸟的机会不多 但是养其他动物的机会是非常的多 这辈子不是一直在养鸟 是有时候心血来潮才会去养鸟 所以小时候也是有 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养过鸟 但是因为要上班都关在笼子 没时间跟他相处的非常认真 目前是没上班 所以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较认真 比较多 比较有时间跟他相处 所以以前是放在笼子观赏而已 以前要上班是放在笼子当成观赏鸟 现在不用上班是把他养得非常驯服这样 白蕊曼 白蕊曼要走掉 白蕊曼 我叫他 他是有反应的 金水 五十一 你出个绿发